王铁锤大战怪奇魔 这盘棋对杀的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我们来看精彩实战 红棋王铁锤当头炮 怪奇魔把马跳 红棋呢 选择了一手冰三进一 那我们知道冰三进一 它是一个比较稳健的开局 看来王铁锤非常忌惮这个对手 黑棋进足 红棋上马 黑棋呢还是平风马 堂堂正正 红的出局 黑的出局 走到这儿红棋一般的都是跳变马 以后武器炮 它没有 它是选择了直接 拒尔进六 黑棋平炮对局 红的也没有在平局压马 选择稳健的 跟它交换掉 黑棋吃掉 红棋呢再跳变马 黑棋补向 红棋高横距 黑棋继续补后中路 红棋呢平局抓马 黑棋跳上来 红棋呢选择了一手炮八进四 要打足压马 要平炮压这个马 黑棋充足 红棋呢在 近居足林 黑棋充足 以后啊可以高居来捉炮 红棋吃足 黑棋把马盘上来 红棋选择 红棋选择兵武第一 黑棋呢 高居捉炮 本身双方啊是选择了一个 稳健的开局 没想到啊 这个布局往中局过渡的时候啊 双方大大出手了 红棋呢 不再躲这个炮 选择冲中命 黑棋吃掉 红棋呢 现在呀拉着这个鞠马 他呀死子不及吃 先吃掉个鞭足 那这个马呢 他逃不开 他平个炮 下一招啊 准备高炮 这样来掩护 红棋呢 再来一个马 他准备啊 交换完之后啊 还能保留住这个中兵 那黑棋呢 选择高炮 那这样一番大交换之后啊 那你这个中兵也就没有了 那这个 红棋呢 选择吃掉 黑棋呢 也来一个狮子不及吃 他先拌住 你要是打掉 他打掉 这个踩掉踩掉 一番交换 太简化了 那红棋呢 也把鞠平过来 黑棋呢 选择了一手 打冰 拉住你之后啊 他不动了 红棋这个编冰啊 不给 平起来 黑棋呢 再平炮 黑棋平炮之后啊 可以退回来 打中兵 红棋呢 就选择了 退回来 你退炮打兵 他呀 就搁中间保住 这个 黑棋呢 平炮 以后啊 准备 下敌 红棋呢 就进马 黑棋 冲边阻 红棋 冲兵 威胁一下 这个小鞠 黑棋呢 平边鞠 以后准备 再冲威胁 这个边马 那红棋呢 先行退让 黑棋呢 就上马 红棋 平鞠抵住 黑棋呢 再回去 回去之后 又瞄住这个中兵了 那你要是平过来 他又跳上来了 那红棋呢 就选择了把兵平开 黑棋呢 就浸泡了 浸泡之后 以后啊 写帽子给你扣上 红棋呢 就退去桌一下 黑棋 退个炮 你要是交换 咱就交换掉 你不交换掉 我下次 我再给你扣个中炮 红棋呢 就进兵 那黑棋再进一步 还是要往中间扣 他高据再一桌 黑棋再进 那红棋呢 就选择了这个平兵了 不理你了 你想扣就扣吧 他平这个兵啊 就不如下这个兵 那黑棋呢 平足 红棋呢 高炮 瞄住 黑棋呢 平边炮 平边炮 下一招啊 他有一个进炮打串 来给你交换的手段 红棋就选择下兵了 那黑棋呢 来打 红棋 吃掉足 黑棋 打掉炮 红棋呢 他不着急 吃这个炮 他要吃这个马 你这个炮 我跟着你呢 所以说呢 你也没有重炮杀棋 黑棋呢 也没在躲 选择一手对桌 那红棋接受 交换就交换 交换完之后呢 这个 形成这个 鞠马 对鞠炮 我们经常说了 参棋马胜炮 红棋不仅有兵种的优势 最主要的是啊 做三个兵 那其他双兵必胜 那做三个呢 更不用说了 红棋抓一下炮 黑棋 摆个中炮 红棋呢 就下兵了 黑棋 收起刀落 先斩掉一个底项 红棋呢 平兵 点珠穴锁住猴 以后啊 平鞠过来就叫杀 黑棋退居 那各中有抽姜 红棋呢 先抓一下炮 这个是一个必要的过门 把你这个空心炮给你赶走 完了之后啊 再平鞠叫杀 黑棋呢 先来一将 你不敢补试 你不是这个一将抽姜 小鞠没了 只能是御驾亲征 他再来一将 那也就上三楼 那底下有杀棋 你的硬一手 他落个誓 红棋呢就快马加鞭 上马了 你这个鞠炮啊 不撑棋 只是骚扰 黑棋将了几下 这个 不解决问题 完了之后啊 他退居抓马 那红棋继续上马 下一招挂江 一招致敌 黑棋直视 红棋呢 进底居 红棋进底居之后 下一招啊 就有一个弃马将军 临视 去砍底居 绝杀你的手段 你要是一将出来 他把忠实一扣 也非常厉害 黑棋呢 选择退炮来防守 那红棋呢 就选择兵换双室 来一将 吃掉 然后啊 再把室干掉 黑棋呢 扫兵 红棋这兵太多了 已经是吃不过来了 红棋挂上 下一招啊 这个瓶中一将 你这象啊 就不好保了 黑棋呢 拼过来 拌住马腿 打住兵 那红棋呢 再回马 保住 黑棋呢 再拼过来 红棋走得很老练 功不忘手 他先飞个象 不让你这个呀 小竹子过河 延缓你的这个反击 让他斩掉底屍 红棋这个帅太高了 下来一个 惧怕低头 降怕高 你爬到三楼 凉快是凉快了 但是很危险 他来一将 那归位 他不能让他归位 再来一将 他没有 他是选择了这个 退居 降一下之后退居 这个 吃住这个象 以后呢 考过足 那红棋呢 不理他了 退居 黑棋先把象吃掉 红棋就开始下兵 黑棋下老将 红棋 这一手 试 红棋 这招 知试啊 应该说 就没有必要 黑棋 来一将 你还能退回来 然后呢 黑棋 平中一将 红棋 应该呀 把帅 出来 实战呢 他就选择了一手 平兵 这招平兵啊 就给了黑棋 机会 黑棋 赶快退居 下一招 他一将 把兵一打 那这个局势啊 又缓和了 红棋 这一手 试 黑棋 又来一将 他落回来 然后啊 他选择了进足 那这个棋啊 还是应该 退居 退居以后啊 各中将 把这个兵打掉 局势就缓和了 你这招进足 你这个居足 肯定是 没人家这个 巨马兵 这个速度快 红棋 来一将 黑棋 出来 红棋呢 又 退居 准备啊 来一将 这个棋啊 他应该啊 先一将 给老建 请上来 然后再退居 这样是叫着杀呢 你这样没将 你平居之后啊 你这个照内将啊 人家可以电炮 不是杀棋 不是先手 黑棋呢 选择退居 那红棋呢 来一将 黑棋 平炮 红棋害怕 人家平一将吃中兵 他又选择了 居进一步 其实呢 这个棋啊 没必要进居了 应该赶快 跳边马 以后回马 把这个炮啊 给他干掉 还有一个 边兵 后备军的 居马兵 也是必胜 那他选择了一手 回向 红棋呢 再过这个兵 黑棋 平居过来 雕筑 红棋这时候 看到了 跳边马 你现在 你敢吃兵 这个他就有一个呀 居砍炮将 然后回马一将 把那一吃 马兵啊 也是必胜 平过来 那红棋呢 居进一步 那这招 回马他保不住了 管不住了 他就平一将 然后啊 把中兵吃掉 黑棋 回马 吃住炮 那炮一丢 居马兵 肯定是必胜 退回来 红棋呢 在居居吃相 叫杀 黑棋 顽强一点的呢 他应该是 把象飞起来 他是选择了一手 退居 那红棋出帅 下一招 这个居进一 就把这个炮啊 给吃死了 形成这个 居马兵 对单居 这个必胜残局 那走到这 黑棋也正好 头子任父了 他应该是 他应该是 过了一天 他应该是 帮助 参加 对